嗶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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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跟大家先介紹一下 我今天不是雪糕 我今天是雪桌雪糕士 爲什麽呢?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下 一些和兒子提供有關的 今天第一課就是介紹過急救 急救通受分為幾份 dibu 幾張來說 今天我要介紹第一課 就是急救的原則 這樣什麼為急救呢? 在意外現場為傷者進行初步的救治就是急的了 首先我們第一個要留意的就是 現場是安全 自己和傷者是安全 和環境是否安全 舉個例子 意外現場有沒有流石遊戲呢? 有沒有機會物件下注呢? 或者發生交通意外? 或者沾身? 地面濕滑? 都不行的 其實戶外老人也會有很多危險的 例如說 你在營火旁邊不斷滑 或者踢到石頭 跌到營火裡 怎麼辦? 通常附近都會有一些河 但你們不應該在一個沒有大人看著的情況下 或是在河裡捉魚和嬉氣的 河邊也不可以 因為這樣是很危險的 陣友 你紮營的時候有時候要塗木的 你呀 只顧著塗木的時候 不斷聊天 不斷聊天 打到自己的手 額頭刮刮 還有呢 我們有時候會需要剪一下繩的 剪繩呢 就是利用利器的時候 都不可以分散注意力 一定要集中 不是說剪一隻手就很痛的了 陣友 通常附近是有機會 附近 有機會 有機會 有機會有些長 如果你爬的話 很容易跌 因為 其實那些石頭 不是很穩陣的 你不要以為很穩陣 千燈萬燈都 什麼東西 筆都拿不下來 怎麼都拿不下來 其實是拿不下來的 那好了 首先我們第二件事要看的 第三個呢 就是傷者的清醒程度 那首先第一件事 第一級 我們問傷者事情經過 傷者可以回答簡單問題 我舉個例子 欸!請問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叫陳小黎 事發事件經過是怎樣啊? 我被車撞車了 你有哪裡不懂啊? 不舒服啊? 我的膝蓋 那第二個程度呢 另外 Regardless 就是輕揚傷者 Higher until it explodes 傷者就發生生音 but千萬不要用我 wolf with a pain 生人都被你��死了 好啦 第三個呢 就是傷者完全沒反應 蛤 蛤 ヱ.... 這個時候呢 我們最好 首先 可以先發生的三件事 分ifications 或者叫999 留意現場是否安全 還有盡可能陪伴傷者 你也知道傷者 突然突然出了東西 狗出來 第四件事 就是求救 你遇到意外的時候 可以向誰求救呢 你可以向家人 也可以向老師 也可以向警察 或者叫999 也可以跟鄰居 成年人同學 或者朋友求救的 好啦 我們打999 要怎麼打呢 首先跟你一邊說 我叫什麼名字 我舉個例子裡說 我叫陳小明 我就說 喂 你好啊 我是陳小明 然後我就說你在哪裏 我求你舉個例子 這個應該存在 我在 我在胡魯邨 麥波街 幾多號 記住跟他講 我現場是否安全 還有 的話呢 就是要等他先吸線 那我這裡呢 我就跟你說一下 你可以說 是不是999 報案中心啊 這裡是 我們有幾多人 人數 幾多人 你以為你三個人 三個人受傷 需要救護車 還有要講 剛才我講 我們是 我們什麼名字 幾多歲 然後電話是 還有 還有告訴他發生什麼 那呢 或者跟他說 雙子是清醒狀態 還是氛圍狀態 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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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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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可能在抄著 然後抄不遲 就問我們一次 那時候你拋了拋了 怎麼辦呢 好了 首先呢 我們講一下 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要學保現場環境安全 例如說你附近跌出玻璃瓶 就要掃走它 還有要求救 你千萬不要哭 越哭越壞 真的,越哭越壞 還有你不能未清理傷口就立即包紮 這樣就會有機會細菌感染 所以我們一定要清理傷口才好包紮 好了,今次的實況就到此為止 拜拜